威哥猜快递生活甜蜜蜜 从08年第一部钢铁侠开始 就已经有48套战衣在电影里出现过 试问屏幕面前有哪一个男孩女孩 能拒绝钢铁战衣的魅力呢 Question 说起钢铁侠 你想到的第一套战衣是哪一套呢 我哥也分享一下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几套吧 马克一铁罐装呀 不用说了梦的开始 马克三是托尼创造的第三套战甲 非常经典的红黄配色 也是托尼使用最多的一套战甲 马克四十二具有自动组装功能 马克四十三呢就是四十二的改良版本 和四十二的装甲涂窗刚刚相反 是暗红色偏多黄的偏扫 而让我最心动的就是 马克四十凡号客装甲 超级重型装甲 让伟哥眼前一亮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猫猫的 然后很有安全感的装甲 而我们今天要猜的呢 就是三菱的钢铁侠 马克四十三定价588元 大家来帮我一起看看值不值呢 这种包装的开窗设置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在手上掂量着还挺扎实的 这款本体的话有16.5厘米左右 整体造型看起来很舒服 比例也比较和谐 三菱推出首款与漫威合作的 1-12钢铁侠马克四十三的可动人偶 给你们看看伟哥这个发光控最喜欢的地方 MK四十三的眼睛和胸部 都有类质的LED发光 在1-12的比例里 整体壁边还蛮高的 全身四十八处可动关节 这也是三菱的强项吧 这款MK四十三的机械细节 表现可圈可点 尤其是腰部 腋下和领子的刻画 这款模型呢 在国产中绝对是一级水者 整体把玩下来 伟哥还是很满意的 这款MK四十三呢 还可以和后续的MK四十四反浩克做搭配 想想还是蛮激动的 三菱最擅长的做就和战神涂装 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出一个战神版本呢 总的来说 这款1-12的三菱钢铁侠 在造型比例细节 还有它的可动涂装上 我认为都是做到了 这个比例侠最好的钢铁侠 这款定价588元的MK四十三钢铁侠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请把你的看法搭在公屏上 我们一起来深入交流 拜拜 威哥拍怀地 生活甜蜜蜜 中秋到了 没有给我买礼物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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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给自己买了 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礼物 这个包装盒真的很少女 上面写的有汤姆和杰瑞 所以你们知道是什么了吧 这还送一个专属的卡板 专属的地台 腿造油也太懂少女了吧 看这个造型送给自己也一点都不 这个上面还是一个杰瑞的捧花造型 这个还挺有小心思的就是 插了一个编辰纸 你可以在上面写上 什么 tue darling什么我爱你 一三一四 还有一些送了一些小贴纸 只是关注对的人情愿解每天都不过 分手快乐 女生嘛就是要讲有仪式感 爱生活更要爱自己 价值299元的猫和狼鼠捧花人哦 这些衣服会变成马赛克哎 伟哥今天要拆的就是我在办公室压箱 比了很久的MR魂神异高达 花了伟哥1182元 你们来看看值不值吧 啊霜 第一层的话是本体加浮游炮 还有它的特效件 第二层是浮游炮的支架 还有它的标志性地台 地台真的很好看 这款配件也是它的卖点之一吧 所以这款才卖的这么贵 听说这款是真正的究极可动 不知道伟哥这一款的可动怎么样呢 这个腰好松 这个本体14厘米 所以看起来好小一只 我们还是把真正的本体装上去看看吧 装完所有的龙翅兵浮游炮后 加上本体的话一共有22厘米 简单对比一下 它只有部分关节是有金属 它的外下背包都是塑料的 就是加上浮游炮在手上也是轻飘飘的感觉 这个小短腿看起来丑萌丑萌的 这款涂装的话是深灰色 再加上这个矮胖的照相 看起来茫茫的 表面的话有部分的金属喷漆 这款外观还能接受 但是腰部关节就真的离谱了 这款最期待的呢 果然就是这个造型了浮游炮全弹发射的状态 每个浮游炮也有专属的特效线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华丽 其实呢这款神异高达在港澳台翻译的话是天异高达 在C的后期克努州里面有句话 因为我就是代表结果 我就是天异 因为我觉得港澳台翻译的天异高达 还蛮符合这个设定的 你更喜欢叫神异高达还是喜欢叫天异高达呢 这款总的来说确实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想凑齐C的成渣筒系列 那就只能入这个成品MR的真爱系列 维哥今天花了1182元买这个MR的神异高达 大家觉得值吗 欢迎大家把看法打在公屏上 除了这款神异没有开 维哥还有MR的脉冲没有开 那咱们下期就来开箱MR脉冲吧 拜拜 维哥猜快递 生活甜蜜蜜 我们今天呢要猜的是MR魂脉冲高达空装背包 花了维哥768块 我们来看看值不值外 脉冲呢是真飞鸟故事前半期达成的机体 那天呢我又温故居心了一遍sabee 长大以后再看小鸟 发现真的接受不能了 因为呢在她的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成长和变化 从始至终都是那个比较欠缺理智的类型 就这个角色设计的确实不太讨喜吧 就真飞鸟动不动的就无能狂舞 很不讨女孩子喜欢 我们女孩子呢就比较喜欢那种人狠话不多的类型 就像铁血里面的三明明一样 一句贵话不多说 上来就是干 这才是真男人啊 算了算了看什么男人 我们还是来看高达吧 上层呢是本体加武器 下层呢是一个支架 比起神异的配件确实单薄了很多 本体14厘米左右 这款泥印涂装整体看起来还是蛮好看的 脸还是挺正的 这个背包很轻 方便了摆放 不用支架也难撑住 其实对于拍照党来说 不用批掉一些支架的配件里 这个斩剑刀真的是恶意满满 搭配自由的话就可以还原经典的对穿瞬间 杀人出心啊 话说能换别的桶吗 伟哥今天花了768块钱买的MR和卖虫 你们觉得值吗 请把你们的看法打在公屏上 我想问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是因为喜欢小鸟喜欢卖虫呢 还是就是很喜欢卖虫这个机体呢 那相信屏幕面前的大兄弟很多都跟伟哥一样 是为了还原一些经典场景 然后选择了这个卖虫 不知道屏幕面前你 是因为什么原因喜欢卖虫呢 这机色对我尾巴来说 还是干巴巴了一点 我还是比较喜欢敦实的高达 MR魂这个系列呢 真的是褒贬不一意 也经常在贴吧看到有人说 MR魂不如拼装 性价比什么的 肯定是比不过拼装的 但是呢 对于伟哥这种没有时间拼 然后又没有手艺喷涂 喜欢成品的上班党来说 至少在发奖金的时候 多了一个选择吧 威哥猜快递 生活甜蜜蜜 今天呢 威哥要猜一个童年系列 猫和老鼠 当当当 肥皂优出的这个新品巴菲杯 其实在这两个颜色之间 纠结了很久 成年人嘛 当然选择我都要 加349的巴菲杯 我们一起来看看值不值吧 你看哦 这个里面 还可以流动 这个系列我真的觉得 非常适合送给女孩子 就是很少女 Jerry和巴菲 一起去下午茶的场景 我真的爱死肥皂油的设计 就是太懂女孩子了 希望她能多出点这种甜点系列 而且这款的手感 一点都不塑料 就整个看起来就是那种 玻璃杯的感觉 质感非常好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你们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这怎么感觉这个比这个 要尺寸看起来要大一点 这两个颜色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韦哥是我都很喜欢 349一个的咖啡杯 你们觉得值吗 咱们下期一起剁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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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